老百姓进城办事,走到城门队那儿,看见一个穿着西装留着背头的人啊,简不简式的呀,正给大伙的念黄榜呢 他说了,封铁成韵啊,皇帝柔语啊 这药帽上面写着呢,全国形势是一片大吼,盛产总值是年年凡分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啊,您在这个小片底下的留言啊,我都看到了 既然您觉得咱们应该讲雍正呢,那咱们啊,就继续咱们的九子夺狄之路 把这个故事啊,完完全全的讲下去 还有朋友跟我留言说呀,这康熙的皇子都挺有意思的 可以啊,挨着班的讲,得嘞 知道您爱听啊,那我就爱讲 借着今儿这劲啊,我还真得跟您商量个事 您要是觉得刘石我给您说的书啊,还算挺有意思 那您就把它呀,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呀,跟咱们一块热闹热闹 那我这人人来疯啊,一看这留言互动区呀,这越来越热闹 那没准我这一拍大腿呀,咱们就开了直播了 我一聊啊,就跟您聊一个点呢 跟您开玩笑啊,这直播呀,我是没想好呢 咱们呀,还是先把这眼门前这点事干明白咯 总之啊,我在这儿啊,先谢谢您 得嘞,咱们闲言手续,书归正传 故事啊,这就来了 您要是觉得,咱们这九子夺迪的故事 需要继续讲下去 那咱们还真不能插上把来 就聊雍正,常听我故事的好朋友都知道 我经常啊,找出一些史料的原稿来跟您分享分享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样我觉得啊,可能更有说服力 代入感呢,会更强一点 这解释的道不道的呢 我也乐意啊,文白对照的 跟您磨道磨道 今儿咱们要说的呀,是这九子夺迪当中 最重要的一项物证 好家伙的嘞 这件物证啊,了不得了 因为啊,支持雍正合法机位说的专家 和这个支持雍正啊,篡位说的专家 都在研究这份物证 咱们不卖关子了啊 这就是康熙遗证 现存的康熙遗证啊,一共有四份 分别藏在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儿啊,就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那儿藏了一份康熙的遗证 再来啊,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这个辽宁省的档案馆 哎,您也听蒙了吧 四份遗证,那哪份遗证 是这康熙老皇上临死之前亲笔写的呀 哎,我跟您说吧 那哪份也不是 这清朝颁布诏书啊 哎,还别说是清朝了 就这历朝历代颁布诏书啊 都是有一定流程和规章制度的 先是啊,这皇帝表书大体的意思 然后呢,这个内阁呀 就找来这汉林院的学士们啊 给皇上把这个口述的内容润色成诏书的格式 对对对,就是得像您知道的那样 写成这个什么奉天承运啊 天子诏约 或者呢,就简单一点啊 直接写成上誉 汉林们写完诏书之后 这皇上拿过来先得看看 哎,一看呢,这个润色和诗 也是自己的意思 然后才下令搬行全国 这事可就麻烦了 那哥现在的挺简单 电视新闻里一播 七点整 啪,出了一个穿西装留背头的 坐您电视里头 假不假是的跟您说 生产总值是连点分分 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您听了是哈哈一乐 多吃两碗饭 可是清朝那会儿它不行啊 清朝那会儿的资讯不发达 那这老百姓怎么才能知道 这个皇上下的诏书是什么内容呢 哎,这个就得啊成门队 去看荒芳去了 这老百姓进城办事 走到成门队呢 看见一个穿着西装留着背头的人啊 假不假是的呀 正给大伙的念黄榜呢 他说了 封天称运啊 皇帝周遇啊 这样往上面写着呢 全国形势是一片大吼 圣禅总值是年年发份 您瞧 这古今呢 它是一理 就是啊 这个传播渠道不一样 内阁挑写字好的笔贴式 把皇上的诏书抄成若干份 钱盖上国喜 发布到各个行省 各省道府县 再把这份诏书腾抄 然后再张贴出来 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咯 还别说这份诏书 它不是老皇帝康熙亲笔写的 就是这百度百科说呀 这诏书一诗四份 也是不对 那资不定啊 是多少份呢 只流传下来四份而已 这说来说去呀 咱们该说这份诏书的内容了 这份诏书上写的都是什么呀 要说呀 这份诏书的诏文呢 挺长的 大概呀 有一千四百多字 这前半部分呢 都是官话 套话 和瞎话 这您要不信呢 我给您摘两句 念给您听听 这前半部分呢 有一句是这么写的 太祖太宗 初五取天下之心 太宗皇帝曰 明与我素非和好 今欲取之甚意 但念系中国之主 不认取义 您听了吗 这不是明明摆着 说瞎话吗 好家活的嘞 您这康熙皇帝啊 都做了六十一年的皇帝了 都到了有清第四代 入关第二代皇帝了 您这还饶世界嚷嚷 您老祖们 没想过入主中原 夺得这大明天下 这不是瞪俩眼 胡说八道吗 这赵文的前半部分呢 说一千到一万 都是废话 只有赵文的最后半部的最后一句话 才是最关键的 雍亲王 黄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着季镇登基 及皇帝位 就这一句话 有三个意思 首先呢 说了人物了 人物是谁呀 雍亲王 黄四子印针 您看这句话啊 主张说这赵叔 被篡改过的那帮孙子 得听清楚了 你改吧 你怎么改 这上面哪有什么让你把石改成鱼的地儿 根本没有传位于四皇子的话 人家原文上写的呀 是黄四子 没法改了吧 并且这黄四子头露 还有这个绝位弦呢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雍亲王三个字 接下来呢 就是这康熙皇帝 在心里边啊 是怎么看待自己这个四儿子的 康熙形容印针 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这句话呀 他说的可不是四王爷出身有多高贵 这皇上家的儿子论出身呢 都是说姥姥家的出身有多贵重 雍正的姥姥家呀 是内务府小官 包衣奴才出身 常听我书的朋友都知道啊 那要说这帮皇子里出身高贵的 那得算人家这个二二个印人 和十二个印额 所以老皇上这句话里边的贵重二字啊 单指人品 那这印针的人品好不好啊 哎 过得去 咱们都知道这康熙皇帝是个鸡娃的高手 经常在他的猪皮玉址里啊 表扬自己的儿子 表扬其他的皇子啊 无非是聪明 会读书 字写的好 马骑的好 宫舍的好 这老皇上当年一夸起这四阿哥来啊 可不是这么夸的 四阿哥 性量过人 身知大义 似此居心行事 寻视伟人 您看了吗 和夸其他皇子不得一样吧 再下边一句啊 就有意思了 康熙说印针呢 身骁正宫 意思是说呀 这儿子他像我 在他身上啊 能看见我的影子 这反方学者就认为呀 你瞧 你瞧 这就是康熙 哎 这就是雍正 像吗 像吗 这一点也不像啊 再说这做了皇帝以后的性格上面 这康熙呀 比较宽人 这雍正呢 比较刻薄 像吗 你看他像吗 这正方学者听了呀 立刻回答道 呸 人家老皇的意思 根本就不是这个 他们说呀 康熙是这个意思 只有让老四当了皇帝 才能完成自己的 政治报复 他是想建立一个 完全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 就像这华夏的所有汉族政权 是一个样的 所以这老皇帝紧接着才说呀 他必能刻成大统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 卓继登基 继皇帝位 这综上所述呢 咱们能看出几点 首先要说啊 这篡改诏书呢 纯是胡扯 不可能的事 其次呢 非说这诏书被篡改过呀 那你还不是说这诏书 干脆就是雍正编的呢 英梅啊 明明白白啊 这诏书上啊 写着呢 这立诏书的日子呀 是康熙61年的11月13日 就在这一天 康熙皇帝驾崩离世的 就在转过天来呀 11月14日 雍正皇帝就向天下宣布了 这我爸爸选我做皇位的继承人呢 那是有遗诏的 这天下人呢 就瞪着眼睛啊 说您拿出来们瞧瞧呗 可是一直到11月16日 这雍正皇帝呀 才向外宣布了遗诏的内容 并且呀 宣读的还是满文的内容 那大伙就猜了 这惹定啊 是这三天先编出来一个满文的 然后这汉文的再慢慢编呗 并且呀 我们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遗诏 在满文部分 描述皇位继承人的地方啊 都损毁了 也就是说啊 您读哪份遗诏 在满文部分 也不能诠释出谁是皇位继承人 关于这遗诏上的纷争啊 学术界打嘴架 一直打到了今天 这刘师我呀 就负责把事给您说清楚了 我不站队啊 我不知道我支持哪一部分好 很庆幸啊 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啊 他没有黑粉 可是有的时候啊 这山高林密的 也跳出一个理鬼来啊 对着我鼻子一顿喷 为了防止这个键盘高手啊 所以咱们说话呀 还多少得谨慎点 其实啊 我呀 这认为这个键盘侠 他确实有点烦人 出门啊 他应该啊 靠右走 啊 为什么靠右走啊 嘿嘿 得嘞 书归正传啊 咱们接着说遗诏 那有人就说了呢 关于遗诏这事 那刘师你有没有自己的看法啊 哎 我当然有了 我个人非常认可 清圣祖十路 所描写的康熙临终前的那一刻的画面 银刻 招黄三子 成亲王允旨 黄七子 纯亲王允右 黄八子 贝勒允四 黄九子 贝子允堂 黄十子 敦俊王允额 黄十二子 贝子允陶 黄十三子允祥 李藩院尚书龙科多 致玉踏前 预约 黄四子 人品贵重 身骁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拙继镇登基 继皇帝位 完了 没有了 什么没有了 就是说这皇帝除了这句话呀 没有下文 没有遗诏 咱们看着的那份遗诏啊 那完全就是围绕着这句话 雍正皇帝编打 这大型皇帝投宴起之前呢 也就能说这么一句话了 要是洋洋洒洒的一千七百百字 那还死个什么大劲呢 赶紧抢救抢救 保不齐的还能活几年 您看啊 我这有一份道光留下的这个传位诏书 那简单到啊 十九个字交代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黄六子一心 封为亲王 第二件事呢 是黄四子一主 立为黄太子 您瞧多省事 十九个字 第一个意思是说呀 这个一个儿子得当皇上 第二件事啊 是说啊 一个儿子得封为亲王 您要把这件事啊 人性化分析一下啊 您就能明白了 谁又能把自己死前死后的事 安排刻画的那么清楚呢 所以啊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这赵书啊 它不真 但是啊 它意思对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关注点赞加评论 那是您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要听着好啊 您把这故事也分享给您的朋友 让他们呀 也来咱们这儿一块儿热闹热闹 今儿啊 天儿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儿 下一回精彩回幕 来了 咱们要细说 庸正 咱们要细说